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考的最终报告将在年底完成 他强调 明年即将升上中四的学生可要留意了 中学中四课程明年起将以科学 工艺 工程 数学 以及文学与人文两大选科配套取代现有的理科和文科选项 教育局提供两大配套共有四个选数组别 第一个STEM组别分成三个小组 也就是纯科学和高级数学 第二项是选择任何两项纯科学和高级数学 和至少一科应用科学和工艺选修科或非STEM选修科 第三项是选修至少两科应用科学和工艺或选修任何一科技职科 至于人文和文学组别则规定学生可选修语文 伊斯兰教育 人文和文学或一科STEM选修科 根据教育总监阿密发出的通令 中四诚必须报读三组科目 也就是主要科目 必修科和选修科 主科分别是马来文 英文 数学 科学 历史和伊斯兰教育 或道德教育 而必修科则是体育和健康教育 副教育总监阿密发今天在媒体会报会上指出 学生如果选修了纯科学和高级数学 主科就可以不选择科学 另外 学生如果选修纯理科和伊斯兰教育 也可以不免科学和伊斯兰教育的主科选择 他说 学生可以依据兴趣和能力 选择教育局所提供的配套 并根据学生的中三评估 课堂评估 以及心理评估测试选择科目 但他指出 选科配套的最终选项 仍取决于学校的失资和设备 另外他也说 教育部规定 学生只能够选择十加二科目 根据通令 学生最多只能够选择五个综合选修科 而毕书的体育和健康教育并没有考试 只是进行校本评估 学校如果要提供五个课外选修科 就必须获得家长的同意和学校自行负责 针对学生是否可以同时选修华文和中国文学 或大米尔文和大米尔文学的问题 教育部说 学生可以选修各种学科组合 但一切取决于失资和学校的设备而定 另外教育局也不鼓励学生半途转科或转换配套 以免追捕上 教育部长马斯蒂玛雷指出 有关承认同考的最终报告将在年底完成 并且提升到内阁讨论 马斯蒂强调 解决同考课题需要抽丝剥剪 所以需要一些时间 马斯蒂今天在股会下愿说 有鉴于同考对国家宪法及教育政策带来影响 因此有关承认 华文独立中学同考文凭必须要谨慎处理 他说 解决这一个课题需要抽丝剥剪 就像从面团中抽出一根头发一样 需要确保发丝不会影响面团 他指出有关的报告将涵盖四百个相关单位 包括学者、教学人员、青年组织 以及家长的意见 直至今,PPD UEC telah berjaya menyiapkan transkripsi 38 sesi daripada 48 sesi rakaman yang ada Transkrip setiap temubuat adalah satu elemen penting dalam laporan tersebut demi berlaku adil kepada semua pihak yang telah mengemukakan pandangan oleh sebab itu proses menyediakan transkrip ini dilakukan secara cermat secara berhemat dan berhati-hati dan berha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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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i 以及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主席 Mommaraymi 由于准备报告的工作相当耗时 目前已经是第三度延长成交日期 原定今年7月成交的报告 首次延期到8月底 接着再延期到4月底 如今再三延长到10月底 才能百分之百完成交给教育部 教育部宣布 当局将按照2013年教育条例 教学准证规定 落实教师准证费 从明年开始 私人教育机构的教师准证费 将调高到40令吉 分别是10令吉的手续费 和30令吉的准证费 教育部针对新州日报 题目为独中教师准证费 涨20倍的报道 做出澄清 教育部指 新收费在2013年 已经在线报上颁布 不过由于当时 实施系统的能力有限 所以根据1957年 教师注册条例的 两令吉就收费 依然维持到今年 如今随着有关系统 已经准备运作 所以从明年开始 教育部将按照2013年 教育条例教学准证的规定 征收新费用 教育部强调 当局不断聆听 和确保改善国家教育 以确保所有教育工作者 和社会的教育系统 达到最佳质量 国家银行在今年1月 设立了11令吉 可负担房屋基金 以低购物成本 协助民众购买房子 财政部长林匡英透露 截至今年10月31日 国行已经批准了 3100项 总值5億9600万零 的可负担房屋贷款申请 林冠英表示 通过可负担房屋基金 收购族可以从三域的相关金融机构 获得融资 低级是每年3.5% 贪还期限也从30年 延长到40年或长到70年 他指出 收购族必须要有财务知识 以确保他们的融资 在未来不会造成他们财务负担 此外林冠英也指出 虽然国家银行已经放宽贷款条件 但他还是觉得有关条件严格 目前财政部正和国家银行商讨 让收购族更容易获得房屋贷款 国行在9月1号 放宽贷款者的申请条件 将约收入限制上修到4360令吉 同时申请购买房屋的价格顶限 提高到30万令吉 针对我国电视频道 进行购买节目的价格调涨仪式 通讯及东媒体部长郭明信表示 财政部正在进行审查的阶段 大马广播电视台和第三方的价格 进行了比较 确保调整的价格 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不会太高 郭明信指出 节目价格的收费调涨 将依据类别进行20%到50%的调整 其中包括了电视 电影 纪录片 连续剧 或杂志性节目等等 连续剧 连续剧 每天都没有权 连续剧 每天都没有权进行20%的调整 连续剧 郭敏是在股会回答乌鲁冷月区股会议员 达多哈桑鲁定的问题时这么回应 登加楼出现7年来 手中人类感染症疾的确诊病例 上个月23号 一名来自光拉尼鲁斯的居民 证实感染了瘟疾 登加楼卫生局主任罗安西米指出 卫生局瓜拉尼鲁斯县分局随后追查病员 发现有4名外劳也感染了同类的瘟疾病例 但目前的病情受到控制 根据登州卫生局的记录 州内最后一次发现瘟疾的病例 是在2022年在甘马晚县乌鲁竹盖区发生 罗安西米发文告说 这4名外劳分别在今年2月到7月间 自行前来我国 之前曾在印尼龙木工作 他说县卫生局目前还在进一步追查 真正的源头 染病者已经获得相关的治疗 瓜拉尼鲁斯县医疗团队 已经为民众咽血和鉴定发烧的病例 以确认瘟疾 在该市区进一步传染开来的可能性 目前瓜拉尼鲁斯的瘟疾传染情况 已经受到控制 在5个星期前发现首宗病例后 到目前还没有查出新的病例 但作为防范措施 县卫生局已经开始在民宅围墙的范围 碰上灭纹药 同时分发文章给当地的居民 太高届民众 尤其是来自瓜拉尼鲁斯的居民 晚间外出时 穿上长袖衣及长裤 避免遭蚊虫叮咬 如果身体出现不适 尤其是有发烧的症状时 必须马上就医 公正党新山区骨灰园 阿嬷的母屋中心 遭人破猛期 并且留下威胁讯息 陈平的骨灰在9月16号 已经从泰国运回家乡 PT州的市兆园 完成了他生前想要 生于斯死于斯 回到大马的心愿 详情稍后继续 柔佛在去年从联邦政府 获得8亿7146万令吉的拨款 这也意味着 柔佛是继沙拉越和沙巴后 获得最高拨款的周数 截至今年10月30号 联邦政府已经为该州 拨出了7亿6500万令吉的拨款 罗佛州大臣达兜萨鲁迪 是在罗佛州议会 回答附加提问时这么表示 他说 换得最多拨款的项目 大部分是用来维修中内的道路 拨款多达5亿0304万令吉 公正党新商区股会员 阿嬷的服务中心 今天早上造人破红期 并且留下威胁讯息 不过当事人不愿对此 做出任何揣测 也让警方有足够的空间 展开调查 阿嬷阿嬷在国会被记者询问 这次的事件 是否与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 公亲团大会开幕人风波有关 以及是否是另一派人马所为时 他都不愿做出揣测 无论如何 他说已经到警局报案 表示服务中心除了被破红期 也发现死机 也留有死亡威胁的讯息 他说他不会就此而感到害怕 反而会继续代表基层发生 并会继续履行好一名国会员应有的责任 前马共总书记陈平 46年后终于回到马来西亚 陈平的亲朋好友和同志骨灰处理工作组 发言人蔡建福表示 陈平的骨灰在9月16号 已经从泰国运回家乡霹雳株的视照院 完成了他生前想要生于丝死于丝 回到大马的心愿 陈平亲朋好友和同志骨灰处理工作组 发言人蔡建福 今天在仪宝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了这一项消息 蔡建福表示 9月16号马来西亚日当天 他们在仪宝迁接为陈平举行了追思会 之后前往红土坎大海撒骨灰 路途中也经过了陈平位于视照院的老家 父母和哥哥嫂嫂安葬了一山 随后将一部分的骨灰 撒在距离红土坎三公里远的大海 一部分撒在中央主干山脉山脚的森林处 实现他生前的遗愿 陈平原名王文华 17岁时候参与马来亚共产党 24岁受委为马共总书记 1955年华林会谈破裂后进入森林抗战 陈平自次消失匿迹 在1989年和大马政府签订和平协议后 再一次露面 他在2013年9月16号 在泰国曼谷一家医院因为癌症病逝 享年89岁 他生前曾经表示想回到大马终老 但是时任内政部长达多斯里阿曼扎贺 坚决拒绝让陈平的骨灰代反大马安葬 所以之前一直都是安放在曼谷的住所里 来跟进霹雳州行政议员杨祖强 被指涉嫌强奸女佣的案件 医保高庭今天不回辩方律师的申请 将案件转移到高庭审理的要求 理由是地庭有能力审理此案 而且案件也不复杂 法官预令案件必须在12月5号 交回医保地庭审理 医保高庭司法专员 今天早上在聆听申请方和控方 针对案件是否移交高庭审理的陈词后 决定驳回辩方的申请 他援引多项法庭案例 包括涉及前首相达多斯里纳旧的案件 认为杨祖强涉及的案件不同 而且不复杂 所以驳回申请 对此杨祖强的律师表示 律师团将和当事人商讨是否要上诉 或继续让案件交回地庭审理 而副检察司阿萨则表示 控方不反对辩方律师团的申请 但高庭已经做了决定 杨祖强是在刑事法典第417条文下 被控在今年7月 涉嫌性侵23岁的印尼女佣 马来西亚的巴迪 以缤分色彩 大方图纹 以及千变万画的设计 而闻名世界 因此马六甲州政府 昨天在该州的江年华活动上 借此向群众展示了 应有该州象征的 牛子花和鼠鹿图形的 马六甲独特巴迪设计 并计划将这一款巴迪 推出到国际市场 马六甲州首长安德利表示 他打算将这一款巴迪 作为马六甲州全新的旅游商品 这项计划将会分阶段进行 与此同时 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企业家 能够涉足马六甲的巴迪产业 为巴迪艺术 迈向国际市场做准备 如果我们看来我们将来 我们将来打算比较 较多了 我们的巴迪 并不可以当中的巴迪 但是在我们的时间 我们都可以超重起来 社会和伊索 社会和社会 和一些巴迪 我们的巴迪 和我们的巴迪 所以我们相信 巴迪这些巴迪 可以将来 如果我们看到 从模特别 有很多巴迪 可以充分 跟巴迪 阿德利是在出席2019年马六甲和盛大文化江年华 推广这款马六甲巴迪时这么表示 今年2019年是马六甲州的旅游年 马六甲州政府在立法会议上公布 该州今年上半年的游客人数达到905万人 相比起去年的875万人增加了3.4亿 马六甲旅游文化及遗产事务委员会主席 达东莫·曼杰拉尼表示 今年上半年到马六甲观光的国内游客人数 上升了14.77% 大约80万4千人 这也是游客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 不过相比起去年 今年的外国观光游客则减少了15.35% 或大约50万人 尤其是来自印尼和新加坡的游客 都明显减少了 他相信经过政府实施的各项大型计划 下半年将有望达到2019年 马六甲旅游年所立下的2000万游客目标 他是在马六甲州议会第二季 第三次立法会议上这么表示 亚航集团总执行长Tony Fernandez 昨天率领亚航高层拜会沙拉越州首长 达东巴丁吉阿邦朱哈利 并计划推出低廉的机票 以提升沙拉越的观光游客人数 亚航集团总执行长Tony Fernandez表示 航空公司推出低廉的票价 将有助于旅游产业迅速发展 他表示亚航将会在沙拉越 发掘更多的新航线 并且推出促销活动 为当地带来更多的游客和工作机会 过去18年来 亚航一共承载了6000万名乘客 飞往沙拉越 而今年的班机次数也提升了43% 其中有73000人是来自国外的游客 当中大部分是从吉隆坡转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9年15岁以下美露林文泽杯篮球赛 昨天晚上的开幕里上出现大失误 屏幕上显示的大马国旗 竟然变成捕角星星 针对这起事件 大马兰总深感抱歉 并表示会负上全责 轻题部长塞塞列也指出 会对直播团队展开详细调查 大马兰总针对这起事件 昨天晚上在脸书上贴文向大众致歉 并表示是直播团队不小心播放了错误的马来西亚国旗 会对此负上全责 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谅解 吉隆坡总经长达多斯林马赛指出 确实有接获相关的投报 会援引1955年轻微犯罪法令对案件展开调查 究竟是技术出错还是另有其他不难动机 另外青梯部长塞塞列表示 对于出现这样的错误感到非常羞耻 该部也会针对直播团队展开详细的调查 第一次是 昨天晚上的堪布里上 全体在唱爱国歌曲 《Jaloo Camilan》的时候 屏幕上播放的《马来西亚国旗》 原本应该是14个角星 但却出现只有五角星星 这一个失误被眼角的现场观众发现 并且拍下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后 在网络上疯传 引起大家议论纷纷 曾经夺得八届世界冠军的 大马必处女王 大多Niko David或许将会重返国家队 Niko David透露 确实有人向她发出邀请 担任必求教练一职 目前还在商讨的阶段 她表示将会慎重考虑 不会在进行内仓促做决定 尼克勒德韦是在国营电台电视台录制节目时这么表示 来自槟城的尼克勒德韦是在今年五月宣布退役 结束长达19年的职业球员生涯 对于即将开战的菲律宾冬运会 尼克勒德韦有信心 大马必球队将能够取得好成绩 而她的前队友迪压出任国家队主教练 公元70主年 意大利维苏威火山喷发 整个庞贝城被烟霾 被熔岩和火山会烟霾 重新开放后 每年吸引百万人前去参观 新闻的尾声一起去欣赏大自然景观 我是戴靖航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再会